台海网讯据香港周评社报道 2020大选进入倒数阶段 蓝绿野平半造势 怕能在最后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 当静态民调以博具参考价值后 动态民调更成为这场选战一大关键 他认为双方将在造势场合大比拼 活动将会越来越盛大 他也认为选民演的雪亮 蔡涵两人谁真谁假很清楚 最后真者必胜 蔡英文民调虽高 但造势场却屡遭外界质疑动员 反观韩国瑜民调虽落后 但造势场总能看见热情民众 以及自动自发的情形 两人差异很大 对此曾说过韩国瑜拥有武力 包括感染力 号召力 动员力 影响力 以及扩散力的谢明辉 在中评社撰文指出 两阵营后续的造势活动 将会异常比异常盛大 谢明辉也提及 这场选战最终将成贾与珍较量 他直言靠动员的支持是假 民众自动自发是真 1450网军的假新闻是假 庶民开讲是真 至于蔡英文与韩国瑜 究竟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外界心知肚明 谢明辉认为 在选战进入最后阶段 真者将获得最后胜利 下内认为 下笑 下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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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诺